Hello 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 今集我們會回到大陸去找美食 去到Coco Park 港人最愛 在Coco Park裡吃探魚 文青打卡一樓 竟然讓我發現裡面有智能廁所 超級厲害 地點就是這裡 這是探魚的地點 在Coco Park裡的三樓 怎樣去呢? 就是要用我最愛的高德地圖 在高德地圖就開始搜尋了探魚 在Coco Park的深圳福田店裡 用高德地圖搜尋完之後 如果在羅湖口岸出發的話 就有幾條路線選擇 我們都是坐地鐵優先的 就是20分鐘左右 在1號線寶羅線就直接去到 就會在購物公園站的DOT出口 出完之後就走幾分鐘 很快就會看到Coco Park的入口 好 我們轉眼間就來到3樓 這裡就是Coco Park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直在等 去到探魚門等的時候 就由頂拍到獨底給大家看 而底層也有很多小色物給大家看 大家都可以看到 底層是有個Dior的Prop Store 但去幾個柱都會用空間來賣廣告 我們等的時間就去了不同的店 也有很多精品店和模型 都是深圳原廠的 十分之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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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我們打算出發前 先去一個Titlet 怎知道一看到那個Titlet的時候 我真的十分之驚訝 大陸的水平已經超高水漲超過身 嚇到我都嘴巴 我一開始看到廁所板都貼了 我就沒有理會 但因為一開始廁所板已經鋪了一層膠貼 原來它可以自動 要看清楚字 才知道它可以輕觸式地 將層膜貼在廁所板上的層膜 它就會自動幫你替換 而這個全自動化的效果 真的令我太震驚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有教學的指示 就說觸摸換套 或者感應換套也可以 它有兩個位置給大家 給大家看看如何換 是自動換套一人一換 嘩 乾淨有外申 真的出了slogan 真的是探為觀止 去完這個Titlet之後 終於可以進去了探魚 這就是探魚的環境 它裝修得挺骨子的 是從偽紅燈為主 門口已經有一些冰粉 就是任筆的 每個人都可以任筆 因為這個就當成茶位費 自己喜歡筆些什麼就筆些什麼 就是自由配搭 這個就是探魚的碗碟 終於上菜了 這麼大了 我也是第一次見 這條就是探魚的醬香味的探魚 它上面有些青瓜 有些紅蘿蔔 做一些配料的調味 我剛剛也出去了 舀了一碗小碗的冰粉 因為不知道好不好吃 所以先舀一點來試試 然後我就吃了甜品 再吃探魚 探魚的爐都十分高 和十分厚 大家也要小心 你看這些煙都出來了 準備煲起 準備滾 它滾的時候 我們也要等它滾起才可以吃 也要等兩三分鐘 等魚再熱一熱 我們才吃 我們也叫了一大渣這個飲料 如果喝不完 探魚都很貼心 可以讓我們拿走 還有我們再叫了一個茄子 燒茄子 不過我略嫌的燒茄子沒有什麼味道 蒜蓉味的油很重 但是吃下去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可以再加一點鹽 那這個我就是Android & Core的冰粉 因為吃探魚的魚實在太鹹了 所以我就要吃甜品去中和一下 而且冰粉的配料 煙煙煙的很好吃 最後憑我們兩個人的力量 最後都蒸了 蒸得乾乾淨淨 美人照鏡 真的骨頭也沒有 真的誇張 想不到我們的食力已經這麼厲害 唯有吃飽去散散步 好了 就帶大家去看HuHuHu Park的全貓 我們逛了一陣子 你看到它也有四層高 它四樓是不開放的 可能是辦公室 我們在三樓都徘徊 我們逐層逐層 它可以走入面和外面 外面其實這個地方也有點像荃灣的地方 我們逛到其中一層就是有LEGO LEGO裡面有兩層 你看到很可愛 它用了LEGO 竟然砌了一輛深圳的士 被人打卡拍照 這就是最底層 最底層也有些聖誕的裝飾 市集等等 這就是白天的景色 晚上穿了燈會更漂亮 我們看過的市集是沒有什麼地方走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買的東西都層出不窮 但是也沒有什麼特別 那呢 這集就講到這麼多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告訴我 有什麼改善空間 或者有什麼地方想去畫 再留言告訴我 大家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這個頻道 下集再見 拜拜